而为了照顾市民朋友的健康 卫生局从4月底开始发行台北卡 利用悠游卡的便利性 让民众做健康筛检 还能够几点数兑换除之金 一卡在手好处多多 一般市民朋友做健康检查 只要拿着具有悠游卡功能的台北卡 就可以几点数换除之金 而为了照顾小朋友和中低收入户的健康 民众只要到各区健康服务中心 提供身份证文件完成登录 就可以免费拿到台北卡 而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在8月份 结合区内医学中心和民间机构 合作推动办台北卡超值1加1专案 民众只要接受4IC减 点数20变40 第一次接受大肠IC减或是乳癌检查 点数倍增变成100点 都可以在10月份向健康中心兑换悠游卡除之金 为了鼓励民众申办台北卡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准备亲子管游戏体验券 儿童积木和咖啡券等丰富奖品 民众只要在8月份的星期一星期五到马街医院或是8月17号及8月25号 在台北市儿童娱乐中心现场办台北卡就可以参加抽奖 中架台北新闻李依儒才问不到